我是藏壁員です 來 等一下 大家要來找茬 究竟我的頭上的青蛙法式 跟之前有什麼不一樣 不可以回去翻影片喔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今天要來做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因為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 古早味蛋糕對不對 然後最近呢 季生上游不是很紅嗎 得了非常多的獎項 裡面的爸爸呢 他其實就是在古早味蛋糕工作 然後我就很認真地來搜尋一下 古早味蛋糕究竟能做什麼呢 我就發現了 韓國有一間店 古早味蛋糕裡面塞爆奶油 所以它名字叫做爆漿奶油古早味蛋糕 我想說天啊 這畫面看起來太美了吧 所以我決定今天要來做做看 讓我們上蛋糕 上蛋糕 大家有沒有覺得非常驚人的一整塊 你們一定以為我自己要做對不對 人料理嘛 然後我今天訂古早味蛋糕的時候 是跟他說我要剛出爐一整塊不要切的 你們不覺得很驚人嗎 這究竟是幾人份啊 超大一個 而且很重耶 感覺我躺上去之後就會 好啦 接下來我們來打奶油 來跟大家教學一下 打奶油被側拍要怎麼樣 看起來比較專業 然後大家打鮮奶油的時候 下面可以用冰水 你想要打發快一點 它溫度低就會打發比較快 可是我就是 有點爛 那我講這一段幹嘛 打好了之後要來擠奶油 擠奶油我真的有點緊張 擠奶油要擠花袋一定要煎煎的喔 它長高了… 有沒有發現它這裡越來越膨了嗎 我發現我這個大小的蛋糕有個BUG耶 因為呢 這樣子中間要怎麼把奶油灌進去 對不對 第二盆奶油又來了 哇 炸開了 終於從上面炸開了 看來在想說為什麼一直都不從上面炸開 大家 如果中間這個 你們覺得應該要怎麼擠才好 鏡頭前面的朋友 你們只有看到我的body 抖… 好 這樣子 差不多了 現在準備要來切它了 究竟會不會爆漿呢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們家一直都是有麵包刀的 接下來我們來切開看看它 究竟會不會爆漿 來… 哇 哇 欸… 哇 還滿成功的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側面 是不是長得有點像波斯跟蛋糕 Try try 吃了 一壓下整個就炸開了 我跟妳講 單純的古早味蛋糕 它的那個麵粉香雖然很重 但吃起來就會比較寂寂 我現在加了奶油之後 奶油的糖沒有放很多 然後又加了那個鹽下去 所以就有點減減滴滴 因為我只有放一點點 為什麼沒有店家在賣這種 奶油古早味蛋糕啊 比我想像中還要好吃很多耶 我本來以為會很無聊 就是奶油 這樣古早味蛋糕贏嗎 大家喜歡吃奶油嗎 好像有一些人吃蛋糕 會特別把奶油挑掉 可是我超愛奶油 真的 強推大家一定要在家裡做 因為我真的覺得太好吃了 嚇死人了 這就是波斯頓蛋糕啊 嚇死人了 又簡單 古早味蛋糕還可以買現場的 莫菲 我是在天堂面 啊 舒服 大家平常喜歡吃古早味蛋糕嗎 我個人最喜歡的古早味蛋糕的口味 是起司口味的 綿綿的古早味蛋糕熱熱的 然後再配上起司 鹹香鹹香的 超好吃 在這次吃的 在這次吃的 它很美味 超好吃的 Oh my God 然後以前有一陣子台灣拿古早味蛋糕 開了超多間店的 大馬路上或是轉角隨時都會有一間 我個人覺得古早味蛋糕 其實做起來應該不難 我自己覺得啦 應該 我不確定耶 那時候就有老觀眾跟我說 越簡單的東西越難做 所以我今天奶油打得很好吃 來用尷尬的奶油來沾它 上包奶油放在冷藏 結果它有點膽巴成形 好像淋紅糖會不會好一點耶 因為我現在吃到現在就覺得 嗯 有一點點乾 其實我沾了很多奶油 我算說沒那麼乾脆 這就是會比較膩 這個 可是我們老師去教拿到 回來送給我的伴手禮是瘋狂 是不是很漂亮 我有點捨不得用它 其實那是很漂亮 這時候看起來有點像 真的要把它用掉嗎 我後來發現吃甜的 這個膩的速度特別的快耶 吃起來比較容易覺得飽 還不至於到膩 可是吃甜的啊 還沒飽你就覺得天啊 膩飽 有比較軟耶 讚 配美日吃意外的開胃耶 喝點鹹的 我覺得精力大增 這很好笑 我覺得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那個Facebook 現在不是會有那個動態回顧嗎 然後我今天就跳出四年前的 今天我在幹嘛 四年前的今天我在日本 我打開的地點是表餐到 重點是我完全沒有拍表餐到的任何景點 就是一張我在表餐到的百貨公司的 廁所的自拍 相當的假掰 但是就覺得 而且重點是我以前出門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認真在穿衣服 天啊 四年前我也太帥了吧 反正就是我很認真的再翻了一下 我最近的照片 想說有沒有真的很認真的穿搭 結果好像也還好 然後我剛剛就收到有觀眾丟訊息給我說 你現在是在放飛紙 我想說 我覺得我現在還是很漂亮啊 是吧 只是就是 現在穿著我比較追求素食 舒服為主 酸菜豬豬湯 甜的配鹹的 再配甜的 再配鹹的 歐蜜 我不知道拍了多久啊 然後第一張記憶卡好像已滿了 我以為它會貼在這上面突然腳被打了 真的剩一下 這讓我想到一件事耶 我們家住在想想我們家是 以前是三合院 是一層樓那種平樓房 然後有一天呢 我半夜在睡覺的時候 那時候周五我一個人在睡 我就睡… 睡到一把 大概凌晨可能一兩點吧 然後我旁邊完全都沒有人 就我阿嬤也沒有跟我一起睡 突然呢就有 有人在拉我的棉被 我內心就想說 蛤 該不會是 可是我眼睛不敢睜開 等一下應該就沒有了 就結束了吧 結果呢 還是使勁的在抓 我就想說 應該不是真的是某些 某些這樣不是無形的東西嗎 我內心就想說 啊 聽說 這是傳說中的鬼壓床嘛 聽說被鬼壓床的時候 一定要罵三字經 我就先在心裡罵 罵完之後還是繼續爬 我就是眼睛緊閉 是帶這麼用力吧 緊閉 我就罵出聲的那個三字經 後來發現說不行 他不能這樣嚇我了耶 因為我的心臟一直狂跳 我覺得很不舒服 我一定要起來 然後跟他對峙 就一起來吃老鼠 我想說 想到這件事我還是覺得很生氣 說到這個 又有一個故事可以跟大家… 你們想聽我的廢話嗎 因為其實我吃這個吃有點久了 我現在吃到最後一周 很快結束的時候 我心情下一次有一點點好 吃完了 我覺得今天的爆漿古早味蛋糕 其實還滿好吃的耶 但我不得不說就是我有點太多了 可是我覺得呢 它是非常適合在店裡面買 就是有別以往古早味蛋糕有時候 吃的時候你會覺得稍微有一點點空虛 然後即使你點了起司口味 或者是巧克力口味 你還是會覺得說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可是這樣子加奶油之後 它變得很滑順 然後古早味蛋糕本身的那種 單純的那種蛋糕的香氣再配上奶油 我就覺得也太剛好了吧 我覺得還滿棒 只是就是適合一人份這樣子 這麼大一片 好像… 金桃 還是什麼 金桃啦 金桃或是棉被 很像那種去當兵的棉被 然後摺四角摺得很整形 就會像剛剛那樣子 請回顧原始的畫面 對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好啦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懶人 又非常簡單的一個料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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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查了一下資料 我很認真知道我要怎麼跟化妝師 我想要什麼妝容了 我想要臉跟全志賢的臉一樣亮 但是要有孫慧喬的甜美感